第662集 生意艰难 要多管齐下呀 两侧原本是雪白的墙面 楚阳令人重新刷上一遍 打出广告来 左面是专治疑难杂症 小病小灾不伺候 其死回生乃是平常 内伤外伤混合伤 精道病除 右面是专治阳尾早泻 寡人有吉 然后画了一个气吞合跃的 标形大汉的形状 腰杆挺得背直 满脸求然两眼色情 一脚踏出将脚下一块大石头 踩得粉碎 这个标形大汉挺直的腰间 写着几个专门描粗了的大字 男人还是挺点好 在这个标形大汉踩碎了石头的脚边 有同样颜色的几个大字 男人越硬越好 在标形大汉的屁股上 写着笔式软淡 一侧只有一截粗到不能再粗的树桩 诺大的画面居然只显示了三分之一 一个字也没写 余韵悠久 但楚玉座分明还嫌不够 居然将旁边属于饭馆的一面墙上 也写了几句话 来吧 你想怎么停 我就让你怎么停 下面居然又加了一行小字 专制不韵不育 楚洋的算盘打得叮当响 现在的人没有孩子的可是多得很啊 武道中人都讲究炼精化气 不到一定地步不容易生养 而且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以双修那种方式培育后人 那样的话就能够为胎儿在先天的时候 打好武道基础 所以九重天世界的强者们 大多数都是老大一把岁数才有了后人 这也是制约家族发展和后代繁衍的一大重要原因 但楚玉座手握整整两头狗角 对此很有把握 绝对敢放这个谎话 三十年生不出 五十年生不出 两百年生不出 没问题 你只要来到我这儿 我就让你生 楚飞烟看着自己的大侄子在雪白的墙壁上肆意挥洒 写出的字 那真是龙飞凤舞铁化银沟 真的不是一般的漂亮啊 正在心里赞叹 这位大侄子真是能文能武啊 文武全才 而且还能看病 绝对是一流人才啊 然后就看到了楚玉座打出的一连串的广告 顿时 楚四爷几乎连卵蛋也一起抽筋起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 简直一笑大方 不登大雅之堂啊 正要上前阻止 楚玉座慢悠悠的说道 子叔 你当时找到我 咋就不能跟家里说呢 我就想不通这件事 楚四爷纯情念白 抱头鼠窜 楚玉座当天晚上 在紫荆回春堂中忙活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随着数不尽的烟花爆竹 疯狂乍响 一个春雷一般的消息 震动了上三天平沙岭 绝世神医的医馆 紫荆回春堂 太张了 楚大老板 穿着新郎官一样的大红袍子 在门口笑呵呵的迎客 一双眼睛里 闪烁着紫荆的光彩 一副财迷的样子 真轰动啊 这条街本来就是最繁华的一条 三教酒流无所不有 正对面就是两家在平沙岭 数得着的酒楼 数十帐外就是执法者的血仇堂口 肖家的拍卖会 大商会总部都在这条街上 高楼林立 烟花爆竹这么一响 大家纷纷的赶过来看热闹 连几大家族的人也纷纷赶过来 各个商铺的掌柜亲自往这里急奔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药店是楚家的 看来楚家要有新举措了 但大家到了这里一看 顿时纷纷的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瞪大了眼睛 丝丝的倒抽凉气 摇头叹息 恨铁不成钢的有志 不可置信到处看的有志 发出哄笑者 更是比比皆是 这是楚家的吗 怎么突然钻出这么一个不着调的事情 这 这简直比江湖游方郎中打出的旗号 还要恶心人吗 就算是在青楼之中 大喊金枪不倒的归宫们 貌似 也被这个要好看几分吧 再一看 更奇怪了 除了楚家楚四爷 楚飞烟在这里之外 所有的楚家人一概不见踪影 于是大家纷纷嘀咕 这真是楚家的 或者 这楚家又搞什么鬼呢 那个年轻人是谁啊 原本想来观礼捧场的楚飞灵夫妇 在看到楚阳打出的广告之后 直接红着脸就回去了 一边走一边咬牙 楚阳这个小畜生 回来之后非得狠狠的教训他 丢死人了 楚四爷是没处逃啊 也穿着大红衣服站在门口 憋得一张脸都变成了猴子屁股 独角戏一般的放完烟花爆竹 一阵热闹之后 各位老板还是懵懵懂懂的进入店里 然后恭贺放下礼包 一个个用机关枪一般的速度 说完恭贺的话 紧接着就是逃命一般的逃走 在这个店里 尾时不好待啊 他妈的 在这里多待一分钟 说不定就要传出去 我不行了这种消息 那可让咱们怎么活啊 楚阳看着满桌子的红包 没花眼笑 看来还是这个来钱快啊 要不要今天立即关门大吉 明天再开张一次啊 侧头一看 楚飞烟已经是奄奄一息的倒在椅子上 呼呼喘气 怎么了 四叔 老子 老子一辈子没丢过这么大人呢 楚飞烟带着哭枪 你这娘的直接摆了一个卖壮阳药的架势 什么叫摆了一个卖壮阳药的架势啊 楚阳不满得道 我本来就是卖壮阳药的 楚四爷脖子一歪晕了过去 临云之前 他感觉到自己一世的英明已经付诸流水 怪不得这小子说 我跟着他一定能够名垂九重天 这话真是不虚 估计现在就已经轻使流明了吧 专卖壮阳药的楚氏家族楚老四 楚飞烟呢 楚飞烟欲哭无泪 楚大老板的大宝号开张了整整一天 门可罗雀 楚阳向着楚飞烟挤挤眼睛 四叔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了 什么行动 找几个地方放急把火 应该没有问题吧 楚阳和善的笑着 恶作剧一般的眨眨眼睛 楚飞烟满头雾水 放火 咱们生意艰难 需要多管齐下吗 楚阳忧虑得到 楚飞烟深以为然 但楚飞烟很快就真正的知道了 自己的大侄子 嘴里的多管齐下是个什么意思 当天夜里 平沙岭五金镇的一家大商号的仓库 突然冒出了红光 紧接着一个一个的火头 从四面八方冒起来 整个平沙岭五金镇 居然四面八方的 起了不下于三十个大火头 顿时人寒马斯乱成一团 光光光的敲锣打鼓的声音响彻云霄 一声一声的长笑久久回荡 却是各自的高手在召集各自人手 几乎淹没了整个天地的咒骂声 就这么此起彼伏的沸沸扬扬 呀 大家都睡得好好的 哪个缺德的放火呀 这不混蛋吗 楚飞烟放完火 鬼鬼祟祟的回去了紫荆灰唇 进门一看 却发现大老板不在里面 不由得纳闷 楚阳去哪了 如此兵荒马乱的 他的修为又没有恢复 能去哪了呢 想起临走时楚阳的交代 放完火哪都不要去 就回来看家 似乎是早就预料到了 楚四爷一头雾水 这小混蛋打什么主意啊 楚大老板去哪了 现在的楚大老板已经是改变了体型 变成了一个矮胖子 一袭黑衣蒙面 在夜色中如同一个肉球一般 乘风而去 剑灵附体 那速度当真是快如流光啊 第一件事 就是去了楚家的一处店面 楚玉座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 负责这个店的乃是楚飞龙的心腹 既然整个五金镇都要遭殃 没道理楚家不遭殃吧 所以楚飞龙这个店 就成了楚阳的首要下手目标 楚玉座用一种排山倒海的架势 直接冲进去 抖手阵翻两个侍卫 噼里啪啦十几个大耳光子 就问出了仓库下落 一阵风一般的掠过去 一脚飞出 两扇金铁大门 便如同两个翅膀一样 飞了出去 然后楚玉座大咧咧的就进入了仓库 里面的首位惊魂未定 刚刚扑上来 楚阳一个简单之极的扫堂锤 八个飙星大汉 就变成了空中飞人 楚阳火折子一晃 准时一股浓烟冒出 嗖的一声 从浓烟之中拔底而起 远远的看到已经有四条人影 快速的赶过来 楚阳黑的一声 并不说话 从半空中飞扑而下 旋风一般掠过四人 啪啪啪啪 四位王座高手 已经得了一阵一般 摇晃几下 随后就杀猪一般惨叫起来 一跤跌倒在地满地的翻滚 屁股上面直接被抓掉了足足一斤肉啊 然后在他身上啪啪啪点了点 一手抓起那个小箱子 一阵清风一般飞了出去 店铺中的人呼喊着追出来 但见清风悄悄 明月在天 四名八方人寒马斯 宛若世间末日 但是那刚刚截走了小箱子的黑衣蒙面人 已经不见踪影 只有大掌柜和四位大执士 鬼哭狼嚎一般的在地上补助的翻滚 宛若是受到了整个世界最残酷的刑罚一派 楚阳的这一手 正是读取了第一代九节建筑的记忆之后 从中抽取出的一门极为邪门的功夫 阴阳散浑手 这是一门阴毒的功夫 重者浑身静卵骨节错位 这是第一阶段 若是一天之内不能治好 那罪可就更大了 打个比方说吧 这种歹毒的功夫 能将人的腰椎和骨盆松开 然后在一个往前一个往后 狠狠的撞击 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了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 同一时间 肩膀手臂大腿等等各自重要的骨节都会脱节 然后自己撞击 这本是一门专门用来刑讯逼供的门道 被第一代九节建筑学会之后 直接就变成了这样一门歹毒功夫 如今剑铃驾驭着楚阳的身体 用出来居然又再加上剑铃自己的变化领 修说九万年前的功夫会不会有人认出来 就算第一代九节建筑亲临也已经认不出来了 而且这种手法 在现在的九重天大陆除了剑铃和楚阳之外 无人能解 楚御座一出门就消失了 那个小箱子直接装在了九节空间里 啪了一声打开 楚阳大失所望 这里边只有十几块红经 百十块蓝经 墨经只有两块 紫经是一块没有 咔 老子费了这么大劲 就为了这么点鸟东西啊 真挺娘的晦气 他也不想想 这里各大家族的店铺财产 基本上都是三天回收家族一次 就他现在拿到的这些财富 已经是一个店铺三天的收入折算之后才有的 再说了 这已经是很惊人的一笔财富了 这还只是一家店铺啊 楚阳的黑衣身影在夜色火光的映照中 已经如妖如魔的扑向了其他正在着火的地方 一路的催哭拉朽 第662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